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年度愛用品 其實這支影片呢 應該有一半的內容都是重錄的 因為之前我打算把它拆成短片嘛 然後因為一些原因 我是錄1080P 可是好像只能看到720 所以呢 我決定要重錄一次 然後把已經錄過的還沒有錄的品項 通通都放在這一支影片裡面 那一開始呢 我從刷具先開始 今年喜歡用的刷具啊 我都選手上比較沒有辦法取代的 通常啊 隨便拿到哪一支就是哪一支 因為刷具真的太多 可是這幾支是我會特地去拿出來用的 第一把呢 是確實有兩把刷子它出的這個 它定義上面它是寫它是粉餅刷 但是呢 我超級喜歡拿它來上蜜粉 它這個毛啊 非常的蓬鬆 然後毛量很夠 這個頂非常的細 完全不刺皮膚 然後彈性也很夠 所以在上蜜粉的時候 我就可以全臉輕輕的壓上蜜粉 那我通常啊 不太喜歡用這種就是垂直接觸皮膚的刷具 我通常都喜歡用那種扁扁的 然後用側面碰皮膚的 我會覺得皮膚比較舒服 因為我是乾肌嘛 然後容易泛紅 可是這一把 因為它太輕柔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 那拿來像粉餅啊 就是局部修飾毛孔粗大的地方啊 按壓到足夠的遮瑕度啊 這支都非常非常適合 它是有點貴 但是我完全不後悔買這一支 非常推薦 也是一支有一點貴的刷具 這個是琴緻的刷子 這個呢 跟剛剛那一把有一點類似 就是它也是走這種非常非常的蓬鬆 然後很輕柔很柔軟 但它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呢 比較顯色的腮紅 很亮的打亮 我如果想要薄薄的上一點 我就會出動這一把 然後它的尺寸很剛好 就是跟我的這個蘋果肌差不多大 上一些打亮在這個地方啊 鼻樑啊 上腮紅在眼下啦 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局部加一些你要很輕很輕手用的 譬如說你的修容 你要一點點就好 這個也很適合 它這個斜角的弧度 就是很貼合臉型 所以這一把也是我會特地去拿出來用的一把刷具 蓬鬆加上彈性啊 真的像一陣風浮過你的臉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推薦 接下來呢 是七彩刷刷這個牌子 這個是我今年第一次買的牌子 然後我買了他們很多的刷具 其實絕大部分啊 我對他們的印象都非常好 非常值得購入 CQ值非常的高 是我一般常用的那種舌型刷 就是它是毛的側面接觸皮膚的這一種 它有結合舌型刷 還有點彩刷的優點 那點彩刷的精髓呢 就是底下的這個黑毛比較緊密嘛 那它的效果是要固定上面這個比較蓬鬆 比較柔軟的白色的這個毛 那白色的毛被黑色的毛固定之後啊 它儘管很柔軟很蓬鬆 可是它就會有那個彈性 它可以很好的把粉抓住之後彈在皮膚上 這樣輔助在一起之後啊 就可以很輕柔的把顏色上在臉上 可是傳統的點彩刷呢 它都是像這樣子垂直接觸皮膚的 那這一把呢 它是做成舌型的 所以我就可以很輕柔的 然後局部彈上一點顏色 像眼下腮紅啊 或是局部的打亮啊 非常非常的適合 那之前呢 我分享這兩把 就有人問我 那我順便在這個重錄的影片裡面回答一下 這兩把 我都覺得它們可以很輕柔的上產品 那有什麼不同呢? 這一把呢 它的力道更柔軟 更輕柔 所以你那個極度顯色的東西 它可以更薄更薄的上上去 那這一把呢 很有彈性的 所以它可以很輕薄的上產品 而且是用彈上去的 它很適合上局部效果的 譬如說你要更局部的腮紅 然後它的顏色啊 要更鮮明一點 範圍要更精確一點 就可以用這一把 那這一把呢 是稍微大範圍的輕柔的上 所以它們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再來呢 還是七彩刷刷的刷具 扁扁的 然後彈性 很扎實很扎實 它可以局部按上足量的粉 用來眼下定妝啊 或是你要上很鮮明的一塊顏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出動它 或是你要補妝局部壓東西的時候 都非常適合 所以它跟我前面分享的這些啊 是不同類型的 這個是扎實的壓上足量的產品的 那它雖然很有彈性 可是它的這個毛啊 非常的舒服蓬鬆 它也不會刺到你的臉 就是有點不舒服這樣 那我的妝容啊 如果重點要放在眼下腮紅 其他都很清淡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把 因為它可以局部的 然後沒有邊界的 然後彈上橫自然的顏色在這個小範圍裡面 這個很棒 或者是你要做比較強烈一點的修容 就是局部上色 那這個也非常的適合 然後它的這個彈力很好 再來要分享的是手指刷或是指腹刷 那我手上有很多 我比較常用的啊 是這兩把 一把是藍色的嘛 我這個是輕製的 然後它有出一大一小我都有買 那我常用的是小的這一把 彈性很好 它的力道很夠 所以很適合上那種 你要很局部很小範圍上色 譬如說你要遮斑點遮痘痘 或是修飾類勾法令紋 都很適合用這個 不只是這一把 只要是指腹刷這種產品啊 一定都要用這種輕壓的啦 輕痰的啦 千萬不要用拖拉的方式 它會把你的產品一直推到你的所有的紋理毛孔裡面 反而就是效果會變很差 所以說法上也要注意 那另外一把我常用的是這個郭小妞的 它也是有一大一小 那我常用的這個是它的小的 郭小妞的這個指腹刷呢 它的毛就比較稍微蓬鬆 但是它還是有彈性的 處理稍微範圍大一點的 妝前的校色啦 局部的上一些修容啊 霜狀的鼻影啊 都可以用這個 就是範圍稍微大一點 蓬鬆的感覺 有一種把產品就是 稍微柔膠打磨在原地的效果 所以這是兩種很不一樣的刷子 再來呢是今天要分享的刷具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 最不可取 但CP值最高最一定要買的刷具 精彩刷刷的這個刀鋒刷 這個是我隨便亂買 不小心買到的好物 因為它的照片 其實你真的也看不出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長得像這樣子的刀鋒刷 我有非常多 可是只有他們家的這個呢 可以畫出最俐落 最細的線條 所以如果你用眼影來畫眼線的話 這個就可以畫出又俐落 然後又比眼線液更柔和 彈性很夠 那個尖端可以收得很漂亮 用眉粉來畫眉毛的話 可以畫出那種柔和的毛流感 它不會整個霧成一團沒有毛流感 它也不會像那種液態眉筆一樣 就是一根一根的很銳利 其實有的刀鋒刷 你看它側面你會覺得它很窄 可是你一用力有點岔開還是怎麼樣 它就會變粗 然後變得有點懵懵的 沒有線條感 或者是你沾那種很淺的咖啡色 你要畫臥蠶的那個陰影 用這個也非常非常的適合 再來呢是愛用的底妝 第一名絕對是香奈兒的這個奢華粉底 其實要很謝謝在群組裡面的大家 不停的推坑我要去買這個粉底 可是它真的太貴了 所以我之前從來沒有很認真的思考要買它 直到大家一直推薦我 買了之後啊完全不後悔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適當的遮瑕度 像膚色不均它是可以修飾掉的 可是它又有那種通透感 你分明就有上底妝 它也有修飾你的膚色不均 可是它讓你的皮膚那個光澤看起來好細膩 通亮的感覺好像你的底妝上的很薄 那它有光澤的同時 它也不會去凸顯你的紋理啊毛孔啊 所以這個它用起來就是有那種 貴婦好命肌的那種效果 非常非常的值得 如果有預算的話一定要入手 那如果要說缺點的話呢就是 我的膚色其實是比較偏中性的膚色 那這個色號我用的是B10 這個色號是我能夠看到 我這個深淺度裡面比較偏米色的了 可是它依然就是還是比較中性 如果你要找比較米黃色比較帶黃色的 可能就沒有適合你的色號 那再來另外一款我也要分享的粉底液呢 是Addition的這個 我用的色號是003 它雖然妝感上沒有到Chanel那麼無懈可擊的程度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妝感啊 好薄透好透亮 你就覺得皮膚很健康然後妝很輕薄 很有那種日系的妝感 紋素顏的感覺 它也有遮瑕度喔 只是沒有Chanel的遮瑕度這麼高 它再更透一點 可是它那種水光感啊會更明顯 這個比較難油肌 Addition這個真的是有水光感 那它的顏色啊可以看得出來日系的底妝 它的黃真的明顯的黃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比較帶米黃色調的話 這個牌子就是會有你適合的色號 可是它的黃並沒有讓你看起來顏色很暗沉蠟黃 它還是控制在很適當的程度 我用這個啊可以完整的把我的泛紅都修飾掉 所以雖然我的膚色沒有這麼黃 我還是買了這個色號 接下來呢要分享的是一顆我以前就有推薦過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用 現在又很愛用的氣墊 就是CMP的這個氣墊有密集恐懼症的 你就先不要看著它 因為它長得真的很密集啊 我用的色號是23號 這顆氣墊啊其實我不是說可以取代 有一點香奈雅的這個奢華粉底的那個意思在 所以它的遮瑕度是足夠修飾你的膚色不均啊 都可以修飾得很不錯 光澤感是奶油肌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健康 然後不會凸顯紋理很細緻 也是那種蓬蓬的好命肌的感覺 乾肌你要找這樣子的氣墊 我就會非常非常推薦你 我以前手上的任何一個氣墊 我會覺得它的粉撲不會差到太多 有比較好用的比較難用的 但不會到有很明顯的喜好 但是後來我不是自己有做這個氣墊嗎 後來我去用我的氣墊粉餅裡面的氣墊粉撲啊 很多我都會把它替換成我自己的這個 因為像CMP的這個我當時用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沒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我再回頭用它的氣墊粉撲 我就覺得它有點包 然後用久了之後它的背面這個皮質 會就是掉去去有點裂開來 買我的這個粉撲啊 你有手上其他的氣墊你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它的尺寸好像跟很多的粉餅都蠻相容的 推薦完我自己的粉撲呢 我還要再推薦一個我很喜歡的舒芙蕾粉撲 你們應該知道是誰 因為我還有寫一個超級多舒芙蕾粉撲的 比較的圖文放在IG 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個是耳目桃的他們的大的舒芙蕾粉撲 這個是我自己用起來最順手的一個 它的這個軟硬啊是適中的 因為它這個如果太軟 你可能綿度比較高的粉底你是戴不開的 或是太硬比較稀的那種粉底 一拍就推的到處都是它就變得很薄 彈性啊是我覺得蠻適中的 我手上大部分的底妝都可以跟它搭配的不錯 那海綿的這一面很軟啊 其實很多舒芙蕾粉撲都是這樣 可是呢我更在意的是這個背面這個皮面到底軟不軟 因為我在用的時候啊 不是只有這樣大面積的拍 一定會用這種姿勢 用尖端然後去處理細節 所以如果這一面皮面不夠軟 你這樣子做的時候它這邊就會有角膠 就會有一個折角 這個尖端很硬反而不適合處理細節 所以呢它又大彈性又剛好 皮面又軟又可以塞三隻手指頭 所以是我最喜歡的舒芙蕾粉撲了 那之前有人問啊 跟這個氣墊粉撲有什麼差別它可以互相取代嗎 某種程度上可以有一些產品不適合 因為舒芙蕾粉撲它的這個厚度比較大嘛 所以它對那個上妝的力道啊 偏弱 氣墊粉撲啊 局部的控制力會更好 所以呢 一樣的產品 用氣墊粉撲來上 遮瑕度可能會比較高 也比較可以控制它局部的範圍 所以呢 用粉底液啊 氣墊粉撲的時候 我覺得差異不大 可是當你有比較黏稠的粉底 或是你要用在遮瑕上面 我就會建議你要用氣墊粉撲 有很大的不同的力道上 範圍上都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講到蜜粉 其實我比較沒有要推薦什麼別款蜜粉 因為我用來用去 還是比較喜歡我自己的蜜粉 它前一陣子就斷貨了嘛 然後再來會在1月底的時候 跟新的大眼影盤一起上市 它會補貨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1月底的時候就可以去買 我會把資訊啊 之後會在品牌的IG 還有我自己的IG 都會慢慢跟大家更新 那再來遮瑕 我也是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遮瑕 之後會補貨 10個顏色都會補貨 合詳細的時間啊 我之後會再跟大家更新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其實自己最常用的顏色就是 蜜桃色就是黑眼圈嘛 綠色就是泛紅 還有BOF是我的膚色 還有Milk Tea 它是修容色 可是它是比較偏中性一點的修容色 譬如說我會修鼻影啊 這個顴骨比較高的地方啊 這就是四肢我比較常用的顏色 為什麼現在還沒有辦法上市呢? 因為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內塞啊 我現在正在做測試 因為我們找了很多不同材質來做 不要訴求就是要做一個有彈性的內塞 它有彈性的話 就是你的那個海綿棒抽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把料提刮得很乾淨 因為它是有彈性的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有意料問題 那關起來的時候啊 因為那個有彈性的內塞 會比較頂住蓋子 所以密閉性也會比較好 那我們已經找到適合的材料 那現在正在做安定性啊 相容性的測試 所以還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之後 所有的色號都會補 我沒有買到的人都不用擔心 那我順便說一下我自己這個鼻影 是怎麼用這個遮瑕的 其實我是把它放在手上之後啊 這把刷子是我的唇刷 可是我常常拿來修鼻影 就是沾一些 然後把它推得薄薄的之後啊 你就可以畫在你想要加陰影的地方 然後用氣墊粉撲或是海綿 或是用手指輕輕的拍拍 它就會有那個很自然的線條了 再來呢要分享的是眉粉 這個是我推薦過好多好多次了 是這個白鳳堂的眉粉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色調 它整盤啊濁度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會很適合畫眉毛 它看起來會很自然 因為有的眉粉它看起來是眉毛的顏色 但是你一上上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還是很鮮豔 飽和度還是很高 可是這個不會 要上去那個濁濁的感覺 就會非常的自然 然後它有四個色調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髮色做一些微調 那我手上的刷色啊 我是用剛剛分享的七彩刷刷的這個刀鋒刷 刷給你們看的 它就是可以畫出這麼細這麼俐落的線條 比較深色的這個啊 我用刀鋒刷 然後會用在補這個眉尾 毛比較少比較空缺的地方 它可以畫出比較俐落的 比較沒有那麼柔霧感覺的線條 那其他的顏色畫起來 就會稍微自然比較柔霧感 像這邊比較大的這個淺咖啡色 我通常都會往前刷刷到這個眉頭的地方 那之前有人問我說 這個彩色眉粉可不可以當眼影 我是完全不建議的 因為它的濁度真的很高 所以如果當眼影啊 很容易會看起來有那種髒髒的灰灰的感覺 畫起來就會不是很乾淨 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入手的 是我手上的眉粉裡面我自己最喜歡的 再來呢要分享這個K-MAKE的眼線液 他們家的眼線液其實很優秀 大家都知道也很有名 那我要特別提的是這個色號 這個是5號 它其實是墨藍底色調 灰灰的灼灼的茶棕色 看起來會特別 但是用在眼睛上呢又不會不能搭配 它也是可以跟日常的妝作搭配 然後它也不會淺到讓你的眼睛沒有那種收斂的效果 再來要分享三盤眼影盤 第一個呢是3CE 這一盤應該很多人都有推薦 它非常熱門 然後我也很喜歡嘗試入手冷色調的眼影盤啊 這個是很好的開始 因為它很容易上手 它整盤呢算是冷色調 但它沒有那種很灰很髒 然後很容易化髒的那種 它有這些比較偏藕色調的顏色 然後霧面色深淺都有 然後它有很多這種很亮的金屬光啊珠光啊 你在把深淺做出來之後 中間疊一個亮度足夠的金屬光或是珠光 它整個就會變得很乾淨 因為中間有一個亮點亮出來了 如果想要嘗試冷色調的眼影盤 我非常推薦的入門 那再來要分享的是Vizia的Lilas 這個四色眼影盤 這個是我手上的這種灰藕色的眼影盤裡面我最喜歡的 它有兩個霧面色的一個是這種比較溫柔的灰粉色 然後一個是這種灰藕色 這兩個金屬色光澤都非常強烈非常的漂亮 一生一淺然後都是灰 可是它不是完全的冷色調的灰 它有一點點藕色 所以很容易上手很容易融合在我們的膚色 那我今天的眼影啊超級簡單 我就是用這個比較灰的藕色上在眼尾 再往前還有眼窩的地方呢 就用這個粉色做一點暈染 然後我就沒有用任何其他的顏色 它的妝感啊就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溫柔 那接下來這一盤呢就不是冷色調眼影盤了 是這個我之前有分享我出差的時候帶著它非常的實用 這個是Fujiko的1號 優缺點非常的明顯 優點就是它很適合我們亞洲人的膚色 然後它四個顏色其實都有點像是眼影腮紅可以兩用的顏色 所以如果趕時間的話譬如說蜜桃色啊粉色啊 大範圍的眼窩上了之後帶到眼下腮紅加個眼線 其實眼妝這樣就很好看了 然後它的缺點呢就是它的深淺對比其實不是很夠 淺色而不淺深色也不夠深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珠光金屬光 當你沒有要刻意畫什麼精美的眼妝 就是很日常 它馬上就可以出門了 再來要分享呢是兩款 我覺得非常百搭 很日常很自然的假睫毛 第一個呢是唇潔 它們家假睫毛啊算是定價稍高 但是品質非常非常棒 我就還沒有用到我不喜歡的 那我自己特別推薦的是它們家9號這一款 它其實是有一點棕色 可是它的那個棕色不會到很淺 讓你的好像睫毛被吃掉 它還是有就是放大眼睛 然後有神的效果 然後那個棕色啊 聊得恰到好處很自然很柔和 那這一副啊它是有一點強調眼尾 可是它也不會長短落差很大 它真的就是很適合日常 白開水妝 甚至連素眼帶都不會奇怪的類型 這個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我現在應該還是會去囤貨 因為我只剩下兩副有點焦慮 再來呢 是我用過這麼多下假睫毛 然後我最喜歡的 就是菠蘿妹的這個5號 這一款呢它的效果非常的漂亮 有一點不是很滑順的感覺 有點小小的小曲線 有點不太規則的感覺 那戴上眼睛之後啊 它的這個沒有很滑順的效果 反而讓它變得好自然 好漂亮 然後好真實的感覺 好像睫毛好長好長的那種 刷一刷之後就會長這樣 然後我還喜歡它的另外一點就是 它是一段一段的 它的那一段是有透明梗 戴上去啊其實速度蠻快的 戴個幾段就可以填滿了 比那種帶一根一根的假睫毛 一搓一搓一搓的都還要來得容易上手 不容易失誤 然後又快 效果又好又漂亮 然後它很適合搭 各式各樣的眼妝 我真的覺得它很百搭 那戴的時候啊 如果你要效果明顯 就往下壓一點嘛 那如果你要自然一點 就往上拉一點 讓它翹一點 很百搭 很自然很美 然後我會推薦 所有的人都要入手 再來呢我要分享兩個小工具 第一個呢是NG CAT 它的這個鑷子啊包裝很精美 然後呢尖端的這個對合 非常的療癒 它對合得好漂亮 然後尖端很尖很細緻 這個是我手上的鑷子裡面啊 我最喜歡的 然後最順手的 那我自己是不會用這種L型的鑷子 來戴假睫毛 我還是習慣用斜口夾 或是平口夾 可是這個啊 用來 譬如說你刷睫毛膏的時候 整理你糾結的睫毛 或是整理你的下睫毛 或者是臉上有貓毛的時候 用這個夾 它會夾得很準喔 就不會破壞你的底妝 連睫毛掉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精準的夾起來 處理你臉上的任何的毛啊 毛穴啊 然後整理睫毛啊 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再來呢是 耳木桃三角修眉刀 之前我也有分享過 這個超級好用 它是兩頭的 然後一頭呢 是比較 刀比較長 一頭刀比較短 所以當你要修 譬如說這個 上面 這個比較長條的 比較靠額頭這邊 比較平的地方呢 就可以用長邊這樣來修 假設你要修比較靠近三根 這個比較凹陷的地方 或是這個弧度比較大的 眉峰的底部啊 就可以用短的這一邊 修比較細節的地方 那因為它是三角的桿 所以用手拿可以拿得很穩 刀片的地方它也是三角的 所以在修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有一個濕力點可以貼著 你就不太容易手滑修壞掉 然後它的刀超級超級力 所以那種很短的很短的小毛啊 它也可以輕鬆的修掉 不會說你要很用力 然後刮到那個皮屑 有一點刮起來紅紅的 不會 它就輕輕的就可以把那種 很細小的雜毛都修得乾乾淨淨 這個應該是我會無限回購的好物 再來呢 還是耳木桃 它們的小工具很棒 就是它的這個雙眼皮貼 品名很有趣吧 叫無中生油 它的這個雙眼皮貼 S號和M號我都有買 然後我有分享超級多雙眼皮貼 我做一個圖文放在IG有興趣可以去看 基本上比較常見的雙眼皮貼我都有買了 這一款啊 是在這個大戰裡面勝出的第一名 非常的隱形 是我用過最隱形的雙眼皮貼 然後先講它裡面啊有附這個鑷子 然後它的這個雙眼皮貼是長這樣一片嘛 然後它的外面啊有一層 有沒有像保鮮膜一樣的膜可以這樣撕起來 撕起來之後你才可以夾到它這個雙眼皮貼 然後它很薄很薄 貼在皮膚上啊它的這個膚色格紋 就是會融入你的皮膚它變得很隱形 可是貼上去隱形這個是 也有別的選手跟它有相同的能力 但它最厲害的就是 你不管疊霧面的眼影 還是疊珠光的眼影上去 它都不會有一條很尷尬的反光 這個真的超級強的 我還有分享一款在那個圖文裡面 有那種像紙膠帶一樣的 它那一款就是貼上去之後啊 上珠光上霧面 它就是會有一點小小的明顯 而且用久了 一整天下來啊 如果你出油量很大 它那個紙膠帶 那個紙會有一點稍微有一點發黏 可是這個不會 完全是冠軍 至少在我用過的裡面 你們去看那個圖文就會知道 它跟其他人比起來 就是優秀不是一點點 然後有很多人買了之後啊 都超級滿意的 再來要分享四顆我覺得很難被取代的很棒的腮紅 第一個呢 是蘇庫的這一顆可憐笑 應該不會意外吧 這一顆我有曾經超級大推薦過 這個可憐笑啊 我覺得它的色調是非常百搭 超級萬用 它可以拿來當作眼窩的暈染色啊 從眼睛就大範圍的刷到眼下來 整個液體加個眼線就可以出門了 我覺得它不太調膚色不太調妝容 非常好搭配 然後光澤啊 非常非常的細緻 模擬健康的皮膚的那種透透感 也不太顯紋理 所以這個是這種色調的腮紅裡面 我最喜歡的最推薦的 它的刷具應該就是很好用 沒有什麼意外吧 它這個毛啊彈性很夠 毛量也是還不錯 再來一個也是蘇庫的 是我算是比較偏近期買的 是他們一個什麼英國的系列 然後色號是135 第一眼有沒有覺得很害怕 其實實際上臉的顏色跟盤子裡面不一樣 它實際上刷色啊 是很透很透很透的 紫色和藍色這一邊啊 它的那種很薄很薄很通透的偏光 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好很膨 精靈剔透低妝好像上得很薄的感覺 它不會讓你有一種發著藍光 像外星的一樣 它是很自然漂亮的 像我今天的臉這邊啊 鼻樑啊 我都有用這兩個混合起來做一些打亮 這看起來也不會奇怪啊 真的很自然啊 然後它的這個 酒紅紫色的這一半啊 極美 它一定要真正使用之後 你才會知道 它比在盤子裡面看起來美好 非常非常多 我今天的臉上這個地方的腮紅 我就是薄薄的上這個顏色 它上在臉上那種自然的紅暈 然後有一種秋冬的紫色調的感覺 但它的紫色很融入我們膚色 不是很暗沉很髒的那一種 真的是完全沒有粉感 就很服貼就融入你的皮膚 我覺得我這個色調的腮紅裡面啊 第一名 超級第一名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就一定一定要入手 這個真的太特別太棒太漂亮 都很立場 接下來呢是Hummi的腮紅 這個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超級喜歡 第一個顏色呢 是這個 比較大地色調 比較我膚色的棕色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刷具啊 也是超棒 它的這個毛量很夠 彈性很好 很細緻 就是也是可以薄薄的把顏色彈在臉上 然後呢它裡面有三個顏色 其實這三個顏色啊 鼻子互相疊加 那個呈現出來的層次感 非常非常的美 它分明就是有光澤 但它那個細緻的光澤 它有點像是珠光斷光之間 皮膚看起來很好 然後不會顯紋理 那種薄薄的通透感 超級超級漂亮 它這個顏色好服貼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黃黃的 可是它真的不會讓你有一種得黃膽的感覺 它看起來像那種復古濾鏡的感覺 超級漂亮 這個是一定一定要入手 不要錯過的 這個我之前在IG也有發那種妝容短片啊 大家都在問腮紅 就是這個腮紅 極美 極美的腮紅 那我講到這邊 大家可能會想要問 欸那這個跟蘇苦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蠻不一樣的欸 我覺得它的選色配色上面啊 跟蘇苦的比起來是 比較年輕一點的 比較有一點流行感的 然後它的光澤跟蘇苦的那個不太一樣 蘇苦的那個是通透的感覺 這個是有一種斷光的效果 粉體啊 沒有蘇苦的那個 這麼這麼輕薄的感覺 所以還是有差異的 那另外一盤呢 還是呼米 這兩盤我其實沒有辦法取色 我會用在不同的妝容搭配上 這一個啊就是如果你想要 紅潤啊粉嫩啊蘋果肌要膨起來啊 這個就是必不可少不能錯過的 色調是比較冷色調 紫色粉色啊 你上在這個蘋果肌的地方 都是眼下靠內側一點啊 它都不會讓你這邊看起來很突兀 或是很顯紋理 它會非常自然的融入你的底妝 所以我如果畫比較冷色調一點的妝容 我就會配這個 比較暖色調我就會配剛剛那一顆 接下來要分享唇彩 其實我近期愛用的唇彩 很多都是比較帶粉色帶藕色 然後有一點濁濁的 它第一個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 這個Lazy Me這個顏色 你在我的日常生活照啊 或是現實動態 看到我擦這種有一點濁濁的粉色 通常你問我的話大概都是這一支 因為這個我真的太常用了 已經用完一支了 有一點濁濁的灰灰的粉色 但是它的濁度不會到很高 所以它不會讓你看起來很病態啊 或是一定要搭配什麼妝容才行 甚至我說素顏擦也沒有關係 是很百搭的顏色 只要我畫比較偏冷色調的眼妝 我通常都是搭配這個 那拿來做腮紅用也很棒 那再來呢就是我嘴巴上的這個顏色 是我自己的Gaia 其實這個顏色啊 若擦飽和啊 絕對不是這麼平易近的 它是很有氣勢的酒紅色 因為Gaia就是一個很有名的 釀酒的酒妝嘛 我現在的狀況是擦了護唇膏之後啊 就用手指頭沾然後糊塗塗 它就會一個很自然的粉色 那這個顏色就是 如果我不要那麼濁的顏色的時候 我就會出動它看起來就是很自然的樣子 它有點像是人家擦Tint 然後卸掉之後剩下的那個淡淡的粉色 有點像那樣 那我其他愛用的啊都是有一點濁濁的 就只有這個是比較不濁的顏色 喔還有一個時候我會用 就是當我想要顯白的時候我也會用 因為這個顏色會顯得皮膚很白很乾淨 再來呢 是我超級喜歡的Into You的唇泥 這個色號是EM10號 他們家的唇泥啊 我覺得質地很棒 它的那個包覆性很好 可以把你的唇紋都修飾掉 然後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超級霧感 然後很豐厚的感覺 這個質地超棒 濁濁的髒粉色 看起來是很有流行感的顏色 最後一個要分享的是3CE的這個唇釉 它這個質地啊是我手上的唇釉裡面非常特殊的 我之前有分享過 我叫它是亞洲人的不掉色的唇彩 因為像你叫歐美的不掉色的唇釉啊 它上去之後就是極霧面 一層膜的感覺 然後你的唇紋會有一點點崩出來 在做那種唇部表情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小拉扯感 儘管這個膜在薄 你還是有一點小拉扯感 然後就是真的不沾這樣 這個啊就是很亞洲人的取向 這個擦起來啊 你會覺得那層膜是有彈性的膜 有一點像是滑滑的類似毛孔頂心霜 那種Q彈的滑感 那種薄薄的一層那種質地的膜 所以它有彈性 它不會讓你的嘴巴在作動作的時候變得很崩 然後它擦起來的那個效果是有一種 柔霧的果凍的通透感 它不是很實的顏色 這看起來是很溫柔的 可是呢它又確實是不太沾杯 如果你薄薄的擦 它甚至卸除的時候不染色 如果你塗得很厚的話 它可能就會有一點兩唇的效果 妝感是很亞洲人喜好 亞洲人取向的不沾杯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這個系列 那以上就是我的年度愛用品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